2017年诺贝尔奖已经颁布了 其中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是由 三位研究控制昼夜节律的机制的科学家获得该项殊荣 他们通过精密的实验得出几个结论 熬夜会打破人体内的时钟 造成大脑开始吞噬自己调节节律的关键基因失效后 会促使肿瘤发生 因此本届诺贝尔医学奖研究成果 最贴切的解释就是不要熬夜 这三位科学家凭借该研究 一共获得了诺贝尔奖金900万瑞典克朗 所以以后听到别人劝你不要熬夜的时候 一定要像拿到3000万一样高兴哦 下面是15点价值3000万的建议 一不要熬夜 睡觉是养生的一大功能 用健康细胞取代腐败的细胞 如果说白天死亡100万个细胞 一晚上只补回来50万个细胞 时间长了 身体就亏空得越来越厉害 二要养肝 熬夜对肝脏的伤害是最大的 因为肝脏是我们身体里最大的解毒器官 而晚上又是肝脏集中精力的工作时间 反而会让肝脏超负荷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不休息 当肝脏真的含起疼来 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三白开水里加点红枣 因为生活迫不得已熬夜时 应该长期饮用红枣水护肝 每天给肝功能差的人喝红枣水 持续一周可以达到养护肝脏 促进肝脏解毒排毒的效果 中医学也认为 红枣水有补气养血 输肝解育的功效 将果肉丰富的红枣掰开 用温水泡发 这样维生素更利于肝脏吸收 四醒了也要多睡会 很多中老年人晚上睡不着 早上醒得早 如果你在清晨五六点就早早醒来 不妨尽量让自己多睡会 实在睡不着也可以闭目养神 或躺在床上按摩腹部 揉搓双手 有助于保证白天旺盛的精力 五 做伸展运动 中老年人每天早上 简单锻炼10到20分钟即可 如伸展运动 散步 瑜伽 太极拳等 六 吃份高营养早餐 包子 油条 烧饼等淀粉类食物 是多数人早餐桌上的主力君 但是 除了淀粉类食物外 再来一杯牛奶或者豆浆 一个鸡蛋 则更加健康哦 七 吃一小把坚果 中老年人应该在上午10点左右 吃一小把坚果 对心脑血管健康有好处 花生 核桃 杏仁 松子等 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八 享受杂牌午餐 老年人做午餐一定要杂 炒菜时尽量多放几种食材 每种菜量不大 比如 炒青菜时放点蘑菇 做肉时放点胡萝卜 黄瓜 蛋种类 颜色要尽可能公布 九 小睡三十分钟 午饭后半小时 疲劳感来行 此时不妨先喝一杯水 然后打个盹 午睡对降低血压 保护心脏 增强记忆力 提高免疫力等都有好处 但是午睡时间不宜过长 二十到三十分钟即可 十 喝杯绿茶 午觉醒来之后 人总会有些倦怠 此时来杯绿茶对身体可是非常好 研究表明绿茶能降低患癌风险 十一 晒晒太阳 如果天气好 中老年人可以去户外锻炼 此时阳光何许 是晒太阳的好时机 若下雨或者太阳太毒 则可在家做做健身操 十二 来杯悠烙乳 下午四点 人的血糖开始升高 此时 喝杯忧烙乳或吃两片全麦面包 十三 与家人分享慢晚餐 晚餐一定要清淡 对一天的营养进行茶漏补缺 不能吃得太晚 否则影响睡眠 十四站一刻钟 吃完晚饭 很多人便立刻窝在沙发里看电视 这可是十分伤害肠胃的 晚饭后最好站立十五分钟 十五 提前刷牙 刷牙时间最好放在晚上九点 这样可以保证自己晚上九点后 不再吃东西 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如看看书等 十六 调低卧室温度 人的最佳睡眠时间是22点 睡晚不超过23点 科学研究显示 卧室保持低温可以 入睡前最好将房间温度稍微调低一点 降低患糖尿病和其他代谢疾病的风险 健康的一天自此结束 记得把这篇文章发给朋友们 睡个好觉迎接更美好的明天吧 告诉他们这才是最科学健康的生活时间表 博新闻关心您 竟然可以自觉尽不停的 毫ys 了 疯